Hello大家好,我是Tony,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欧洲杯 昨天我预测的是英格兰赢一个球,西班牙赢两到三个球 不过我这只能算对了一场 因为我认为英格兰是90分钟内取胜 这加10才赢那就不算数 咱们先说这场英格兰对斯洛伐克 我是很多年的英格兰球迷了 太熟悉这支球队的尿性了 我这心里是盼着英格兰赢 但理性的想了想,估计没啥戏 所以昨天睡觉前我就放了五块钱 赌斯洛伐克一比零获胜 结果还差点就被我蒙对了 斯洛伐克上半场没有选择退手 而是积极的高位逼抢 英格兰在中后场控球的时候 就经常可以看到有五到六名斯洛伐克球员 顶过半场来逼抢 这个战术其实很成功 因为英格兰左边的Folden 中间的凯恩都没什么速度 稍微盯着点右边的萨克就行 这英格兰被抢的有点慌 被斯洛伐克开场十分钟 打了好几次有威胁的快速反击 斯洛伐克在有球的时候踢的也很简单 直接就由后卫往前起大脚 找前面的四个进攻球员 在英格兰的后防线一通搅和 结果他们就在25分钟抓住了机会 一比零领先 领先之后的斯洛伐克就开始改变策略 放弃了高位逼抢 全员退手打反击 因为他们知道对面这英格兰进攻没啥戏 英格兰这场除了换梅努踢中场 其他十个人连续第四场继续首发 这场英格兰运转的感觉比之前好了点 但确实只是好了一点 整体还是非常烂 这前场的几个世界级的进攻球员 就这么拧巴着踢 最后虽然围住了斯洛伐克 但是没有一个清晰的破密集防守的思路 没有太多的机会 结果后门还差点被斯洛伐克掉了个空门 第五十分钟 英格兰难得的打出来了一次精彩的配合 回撤拿球的凯恩 妙传插上来的左后卫吃片 可惜中路包抄破门的福登越位 这个进球无效 然后莱斯在第八十分钟远射击中立柱 然后这英格兰就没啥机会了 这整场英格兰直到最后第九十五分钟 射门一直是零射政 眼看这三喵军团就要回家了 捕食的最后一分钟 英格兰获得界外球 中护卫格西睁顶后蹭 贝林肯倒钩绝平 贝林肯这场踢的比上一场好点 但其实也不打地 不过这球进的是真漂亮 他庆祝的时候 冲着摄像机来了一句who else 这股傲气有点具性的风范 可惜了 在这英格兰队里基本没提出来 进入加时之后 英格兰在第一分钟 获得前场定位球 在斯洛法克禁区造成混乱 凯恩最终偷球破门得分 英格兰最后2比1晋级 看完这场球 给我的感觉就是索斯盖特这个运气 绝对是教练里的世界第一 我之前认为我曼林的主将领 腾哈格这命就够硬的了 但和索斯盖特比 那绝对干白下风 这踢了4场了 全世界都知道他前场这几个人不来电 人家就是不换 踢的多恶心 也继续让他们首发 也不知道这英足总是怎么想的 一年花500万英镑请他当教练 这球队踢起来根本没战术 就是直接往上面马球星 靠个人能力营球 这临场指挥也是让人着急 最后都快被淘汰了 直到第83分钟才换第二个人 第90分钟才换上第二个前锋 这球看的赢了感觉就和输了一样 真他妈窝囊 英格兰现在的问题很明显了 不是谁踢后腰 谁踢左边的问题 这里边的根本问题就是索斯盖特 不知道这英足总有没有点魄力 和人家科特迪瓦学学 人家在非洲杯小组赛 炒掉了主教练 结果最终夺冠 那科洛普不正好歇着呢吗 你让他来打这手牌试试 英格兰下轮和瑞士踢 如果还是这么玩 肯定被淘汰 斯洛伐克今天比较可惜 他们战术踢得很明确 就是依靠坚固的防守和犀利的反击 可惜最后倒在了最后一分钟 不过这也没办法 球星就是球星 确实守不住 下面说另外一场比赛 西班牙对格鲁基亚 看完英格兰那场烂球 再看这场 这眼睛就舒服多了 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人家西班牙踢的才是美丽足球 我预测西班牙两到三球取胜 因为我觉得格鲁基亚 根本就守不住这两翼齐飞 西班牙围着格鲁基亚攻了一整场 虽然被格鲁基亚打了个反击 丢了个乌龙球 但最终还是4比1拿下比赛 1比0落后之后 其实我觉得这要是以前迷恋传供的西班牙 今天可能就输了 但今年这只西班牙踢的太快了 这两个边风你根本就守不住 你上去扑他的球 就会被威廉尔进的第三个球那样 轻松把你过了 然后饱射得分 你要是怕他突破 给他空间 那他就会像西班牙进的第二个球一样 亚马尔精准的船中 照样要你的命 这场我认为唯一的遗憾 就是这个亚马尔没进球 这小伙子才16岁 前两天还在酒店里面考试呢 这只要以后没有太大的伤病 这又是一个超级巨星 尽管最终输掉了比赛 格鲁吉亚球迷赛后还是给球队英雄般的欢呼 他们小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能够在淘汰赛里和强大的西班牙拼一场 还进了个球 他们已经是赢家了 下面我们预测下明天这两场淘汰赛 第一场就是法国队比利时 这两支球队都是这次欧洲杯比较让人失望的强队 法国这些年一直是人才积极 连续两次世界杯打进决赛 这届欧洲杯预选赛七胜一平 八场比赛只丢了三个球 状态很好 这次分道的小组虽然不弱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看好他小组第一出现 尤其是这次得上选择把坎特带回首发 被证明是非常明智的 不过比较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法国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暴露了很大的问题 三场小组赛只进了两个球 一个乌龙一个点球 没有一力运动战进球 其实只要看了这三场比赛 法国队还是创造了很多具有威胁的进攻机会的 他们在这些比赛中的期望进球 也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数据XG 是5.83 也就是说他们这三场比赛里 应该是可以进将近六个球 这是本届欧洲杯小组赛最高的 像英格兰三场小组赛的XG 加起来只有2.26 平均一场不到一个球 排名倒数第三 所以别看英格兰和法国都只进了两个球 但法国队的得分机会是非常多的 只是这临门一脚老是差那么一点 怎么把这些机会转换成进球 更多的就是依靠球员的个人能力 姆巴佩这鼻子断了 戴上面具之后多少会有影响 其他的进攻球员 比如说登贝莱 图拉姆 Grissman和吉鲁这些人 都没有找到射门的感觉 比利时这边情况也差不多 三场比赛也是只进了两个球 比卢卡库被取消的进球都少一个 说到卢卡库 这哥们这次又被全世界球迷玩起了梗 他是小组赛所有球员里摄政次数最多的 结果庆祝了三次 但是进球数仍然是零 浪费的机会也不少 比利时队的预期进球数其实也不低 三场比赛加起来是4.6 能够排进所有球队的前六 毕竟后面有德布朗内给他们喂球 要不是这前场迷一般的三叉戟 比利时队的成绩其实可以更好 这俩队提前在16强就碰上 确实让很多人没想到 一个世界第二 一个世界第三 肯定要淘汰出去一个 而我认为这场被淘汰的就是比利时 两队的状态都不好 但我认为法国队要稍微好一点 有时候这种比赛靠的就是明星球员的灵光一线 就比如说今天被林汉姆的倒孤绝评 那你最后让我选姆巴佩还是卢卡库 那我肯定是选姆巴佩啊 法国队虽然踢的慢了一点 但是至少没有最后把球一路回传门将 再绞其护球守平局 所以我认为这场法国队的气数会更胜 最终会一球小胜 第二场是葡萄牙对斯洛文尼亚 葡萄牙上一场几乎是全踢补 完百格鲁吉亚 估计那场上的大部分球员都不会再得到上场机会了 这场估计场面上应该会比较一边倒 斯洛文尼亚肯定和今天的斯洛伐克一样 稳固防守打反击 所以明天就看这葡萄牙怎么破斯洛文尼亚的密集防守了 C罗这几场的状态感觉还可以 明天估计还是首发 没准这场就能进个偷球啥的 所以我认为葡萄牙应该是两球取胜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儿 我们明天再见